7月26日,香港一批示威者在香港国际机场发起集会 示威活动影响到机场的正常运作 示威者还与乘客发生冲突 一位流行老年乘客受到围攻 当天下午1时起 陆续有示威者聚集在香港国际机场1号客云站街机大堂 他们在地上静坐并不时呼喊口号 随着集会人士越来越多 街机大堂的A、B两个出口外都有示威者聚集 敌港乘客只能经由狭窄的通道 以及在示威者的叫喊声中离开机场 不少敌港乘客经过示威者聚集 及尝试派发宣传单的通道时沉默已对 家乡在上海 现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刘先生 是瑞士一家制造业公司亚太区的高管 他当天从上海返回香港 对示威者扰乱秩序的行为表示不满 他一度与示威者发生口角 示威者对老人围攻不停辱骂 身后还被贴上示威的标语 你放着我 audiobook的攻击 他很注意 他持续攻击 他自己的打击 住手 选手 我打完了,你走 不用動手,我們丟掉 你這四個仔,打人 不要打人 打人,我給你丟掉 不要丟掉 不要丟掉他 不要丟掉他 我們先丟掉他 不用,不用 不要丟掉他 我給你丟掉你,混蛋 我打完了,混蛋 打完了,走 打完了,我給你丟掉 你丟掉你,送你走 黑智 打人和你 千幾百千塊 我們肯定是送你黑智走 我們不用,我們不用做事 不用黑智做事 上去出生 上去出生 你不要丟掉 你不要丟掉 你站住 站住 Johnny 我走啊Johnny Johnny 別走啊Johnny Johnny,你別走啊,報警 走啊 你不要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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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啊 你不要丟掉 你不要丟掉 動手啊 混蛋 一定找到你的 你不要丟掉 你不要丟掉 快點打人 那邊打人 隨後劉先生報警,警方接入,對事件進行調查 劉先生表示,自己清楚香港示威者近期鬧事的過程 當時走出來見到他們很生氣 認為示威者當天的行為 對乘客造成不便 而近期的一連串行動 則對香港只有壞處而非好處 事件發生後引起輿論嘩然 有市民是搞事分子 不配做人 連畜生都不如 是香港年輕人的悲哀 一有外國人評論 這些人完全不是人 他們毫不自覺等等